今天的主题是 阿狗狗2021年下半年的权益来啰 欢迎回到我们的宝可梦卡好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 这个信用卡的权益改的朵查 台信阿狗狗卡2021年下半年权益来了 大家赶快来看一下权益到底变得怎么样 其实今天是5月31号 然后市场上就非常喧嚣地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台信银行他的Richard 这个子品牌下面的两个信用卡 阿狗狗卡跟弗拉狗卡的权益 已经出炉了 那大家就很期待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变好 包括我们大家之前有听过我们三月初讲的 就是他在第二季的权益的部分 他有做一些修正 以前就是不需要做什么VIP新增消费5000块 还是什么自动价值一笔 就可以直接拿到最高6%的网购回馈 那他其实在第二季改叉之后 第三季 也就是7月1号即将上线的权益 又更令人家跌破眼镜 到底改成怎么样 我来跟你讲一下 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他这个阿狗狗卡 他的刷卡权益 本来什么事情都没做 至少有0.5% 但他现在直接把它改低到0.2% 这到底是哪一招 怎么会连基本刷卡权益就可以低到不能再低 我们都知道银行的信用卡刷卡的回馈 他们收单手续费大概是1.5%到2% 但是他就真的只给你0.2% 连1%基本都没有 如果你要拿到1%怎么办 就是0.2再加上0.8%加帕就有一%了 那这个0.8%的部分 你得一个月刷5000块 你才能够拿到0.8%的加码 也就是说 你为了要拿这1%的现金回馈 你得刷5000 我可以问一下吗 现在市场上不是有很多信用卡的回馈 都高于1% 甚至有2%3%的 那你怎么会想要用这张卡片 就只是为了拿他的1% 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所以这个产品的设计 为什么会改成这个样子 我真的觉得不知道为什么 面目全非 好 那他这个0.8的部分呢 他每个月的上限是拿200 回推大概就是刷25000左右 所以你这张卡片 如果拿来无脑刷25000以内 都是1%回馈 那如果超过25000的部分 只剩0.2 所以这个是我最在乎的 基本权益的部分 那他的确是比较不理想的 我就不推荐了 那如果你要拿2%或3%回馈 有没有什么 随便举都有 永丰大户 国内2%海外3% 也很好啊 那比如说我们最常使用的 消费缴费审卡 这一卡有3%的Line Points 点数回馈 你拿来绑在橘子支付上面 缴费也有3% 你怎么可能还会想要拿 阿狗狗卡出来用呢 所以这张阿狗狗卡 早期被人家称之为 网购审卡 但是现在其实 已经缩水缩的差不多了 连基本回馈只有0.2% 这些事情都能够拿出来宣传 我就觉得 哎 真坏看啦 那再来就是 他其实指定通路有非常多的 这个合作的厂商 但是在第三季全部都取消咯 我简单跟你讲一下 比如说 YouTube Premium没了 拍钱包 大家最喜欢的拍钱包也没了 Richard Mart 就是他们那个台信配的通路里面的 没有了 东森购物没了 Yahoo没了 淘宝没了 PayEasy没了 几乎都没了 像什么UDN买东西 Zawa网路商店 Uniculo网路商店 486团购网 然后什么 亚尼克也没了 KKTix 拓远售票 Wardream 像这些 大家可能都还蛮知道 甚至你有在用这些通路的 我请你特别注意 就是从7月1号开始 不要再拿这张卡出来刷了 因为你只剩下0.2% 好糟糕哦 所以他取消的通路 其实也是代表 就是银行应该是因为 付出去的钱 回馈太高了 所以他就只好缩减权益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不过呢 他虽然说有捉水的地方 也是有新增权益的部分 比如说他有新增 这个行动支付的通路 有多Open钱包跟MyFamilyPay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没有刷新增消费 5000块钱的部分 那你的基本刷卡回馈 大概剩下5.2% 因为他说最高6% 少了0.8% 就只剩5.2 这5.2的部分呢 你要用这张卡吗 因为 比如说以Open钱包来讲 Open钱包现在用中心 买位数位账户 有10%现金回馈 你不用吗 然后像之前介绍过的 凯基银行的摩拜卡 它的指定通路 也有包含这个Open钱包 那也是有8%现金回馈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卡片选择 你不见得要用这张卡片 因为这张卡片 它的权益 反而是比较低的 而且你还得先有一个筹码 压在那边 每个月要刷5000 压力大 那买Famipay的部分的话呢 也有好几张卡片很不错 比如说 星光的环宇现金回馈预期卡 它有10%回馈 你比较聪明一点的 搭配星光OU数位账户 符合这两个资格 最高就是20% 缴费回馈 就是刷1000块可以拿200 可以拿来缴水费 电费 这个之前都介绍过了 非常好用 那你还要用5.2%吗 而且只限定周六要刷 它其实很多的回馈 原本都是平日都有的 但是像这个行动支付 这个区块 它就只限定周六刷 才可以有6% 平日刷只有3% 就没那么好用 像LinePay MyFamipay OpenPoint Open钱包 然后那个悠悠富 台信配都是 其实各个行动支付都有 它可以搭配的信用卡 反而不见得要用这张卡片 所以它的整体的权益 事实上都是改差的 那之前大家很 觉得很难去计算回馈 就是说 它都是一季一季 给你算回馈 比如说 所有的通路加总 每一季回馈加码 上限为500 那都很难算 但它现在至少改好一点 就是说 它的这个2%加码 3%加码的回馈上限 都给你 以每一个月 每个月的账单结账 所以一个月上限200 200 200下去算 你就会比较好算了 那以一季来讲的话 23就600 所以其实是 每一个月 每一个大家可以拿的 回馈上限平均而言 是有提高一点点 但是我个人觉得 它也是在考验 你的数学能力 因为真的很难算 连我自己 算到后面 忘了前面 我都不太想用了 最后这边 我整理三个重点 你要特别注意 就第一个 MyFemiPay 它的缴费的部分 绝对没有回馈 请你不要拿 我们的阿狗狗卡 绑在MyFemiPay 上面去做缴费 这个台信非常聪明 早就都防堵了 那我建议你 使用新光OU数位账户 跟新光怀宇现金回馈卡 来做缴费的部分 可以拿到回馈 那另外就是说 你必须考虑的是 5000块 值得每个月刷 在这张卡片 多拿0.8% 因为你的机会成本是 5000块如果拿来 用在J卡上面 你可以多拿 150点的LinePoint点数 150点的LinePoint点数 跟你这个1%的回馈比起来 你觉得哪个比较超值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建议你 直接使用J卡 因为比较无脑 对不对 随便刷都有3% 平均起来都比这还高 那再来就是 很多人都很喜欢 有一个通路叫全联的PXPay PXPay的除值 其实在第二季的回馈 是3% 因为属于行动支付加码 那现在因为 多了一个0.8%的 这个回馈的门槛之后呢 他就要减掉了 因为你不可能 为了他刷5000嘛 所以3% 降下来就变2.2% 那他的回馈就是 0.2%的基本回馈 再加上2%的 指定通路加码 那这个2%指定通路加码 上限为200 好 所以你回退一下 大概就是 在全联PXPay 除值1万块钱 那你就可以拿到 2.2%回归 大概220 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这是你要去注意的 三个 我提醒你的重点 如果你要使用的话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最后的话 我要跟大家 讨论一下说 为什么台信银行的 优惠会一直越改越差 这一定大家很想知道 那前一阵子 我跟永丰大户那边 有做过内部的讨论 因为他们 也正在很烦恼这件事情 就是下半年的权益 已经要公告了 但是他们内部 就一直在用那个model 就是那个模组 就演算法在算说 到底他们的权益 要怎么改 才不会让他们的 支出成本太重 那他有试算了 好几个不同的方案 来问我 问我说 你觉得大户 如果下半年这样改 权益消费者会不会反弹 或是会减卡 或是销户什么的 那我看看之后呢 我当然不能跟你讲 因为正确的方案 还没有出来 但是他们有 针对几个方案 询问过我的意见 他们是蛮尊重我的 那我有针对消费者 可能的反应提供给他们 然后他们会 自己会去评估说 到底哪一个模式 就是回馈有没有缩减 或者是哪个地方 要做加码 会最后再公告 那大概是 今天5月31号嘛 那可能大概6月中旬 下旬的时候就公告了 大家就骚完物照 不过呢 请你们相信我的话 现在开大户是好的选择 好 所以呢 其实不论是台新还是大户 他们其实都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当他们的受众越多 就是使用他们产品的消费者 越多的时候 他们的产品 就会势必缩损 因为他们的行销预算 大概就是那一包 那等于是 越多人来使用这个权益 他们就会越亏钱 所以他们在计算成本的部分 就会更加的斤斤计较 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说 我们最喜欢的卡片权益越来越烂 但是它是越受欢迎 越多人使用的情况之下 的确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 谩骂台新银行 或者是阿狗狗卡 顶多就是 好好的跟他道别 说再见 你就少使用他 或者是直接剪卡 也可以 但是没有必要在网络上面去骂他 因为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他也不会因为你骂他两句话 他就变好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祝福他 希望Richard入土为安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